好的 很榮幸我們現在來到了本莊先生的家 Honjo-san 還有她的夫人 Konichiwa 請問一個問題 One question 當初為什麼會想到說 在家裡面使用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が去年世界初めて発売されたので まず買ってみようと思った 燃料電池自体が環境にいいってことで プレスプレスで使ってみたいなと思って 燃料電池を買うことにしました はい そうか 所以是基於一個環保的一個理由 愛地球 那可是請問就是 在我們使用了燃料電池的時候 大概在家裡面的哪一些地方 我們可以用得上燃料電池 どうぞ 燃料式で作られるお湯はお風呂ですとか 水日の時のお湯ですとか 床暖房に使われて 電気はこういう照明ですとか 電池ですとか 電池ですとか 一般的電気に使われています 本当 どうぞ 基本上 我們傳統一般所使用的電器 或用到電力的地方 燃料電池 都可以提供足夠的電力 那請問在使用燃料電池之後 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基本上 生活は全然 いつもの生活と変わらなくて 放熱費は大体 月3000円から4000円ぐらい 電気代とガス代で 前より安くなった感じがします 本当 夏はすごく暑かったので 24時間エアコンを付け っぱなしだ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電気代はとても安く済みました 因為燃料電池反映熱能很高 可以將這些熱能回收之後呢 供給82%的家用熱水 再加上燃料電池提高的效率 平均一個家庭 一年大約可以減少 相當於18桶煤油的能源使用量 而二氧化碳的減量 則相當於面積 2200平方公尺森林所吸收的量 從日本人最愛的泡湯 到日常家庭的用電 燃料電池 已經一步一步降低了 我們對於電網的依賴 未來還有另一種燃料電池 可能改變我們的生活 就是直接甲醇燃料電池 它讓我們外出到任何地方 就不需要再帶著長長的電線 四處地去尋找插座 而只要更換無污染的燃料棒 就可以讓筆記型電腦 手機達到無線用電 以及無線上網的境界 我們的生活 將隨著燃料電池的應用 越來越環保 而且越來越便利 但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沒有完全的解決 那就是 從水當中電解產氫 不能作為氫的主要來源